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大家好,我是高级完毅导师邓淑怡 歡迎大家參加由 看来及文化事務署舉辦的一人一花計劃 今年一人一花的主题花是石竹 很高興可以透过这段影片 和大家介绍一下石竹的特性 和种植要注意的事項 包括如何帮小苗上盘 施肥、淋水和修剪 现在我先和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石竹的特性 石竹是属于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喜欢比较冷凉、通风和半阴的环境 它的生长息温是介乎10至25度 只要有足够的光线 其实很容易开花 石竹的花是顶生的 枝叶形态像竹 如果种植的环境是合适的话 花可以很茂密 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的芸藝品种 花色有很多 亦有单反和重反的品种 花期大约由10月到第2年的4月 花期也很长 先和大家讲解一下 种植要预备的工作 当你把小苗带回家后 就要做好预备去帮小苗上盘 当大家收到花苗的时候 有机会看到它在苗格里已经开花 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 记得要把花剪掉 不要不舍得 因为幼苗还这么小 如果让它开花的话 会损耗了大量的养分 它将成长时 就会不太强壮 还有机会影响到它 将来开花的素量和质量 正如蜂肉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我们就先由植料和工具讲起 如果你家没有种植物 可以去一些圆艺店 买一些一包包 已经预先调校好的培养土 俗称科学礼 然后要预备一个盆底 有洞的花盆 什么质地都可以 塑胶或陶瓷都没问题 像桌面上这些4-6寸的花盆 就很适合 你可以因应自己家里的环境 去选择 最好有底碟 另外你要预备一张盆底网 作用是让泥 没有那么容易流出的花盆 最好选一些网眼比较小的沙网 如果想环保一点 可以用一些蒜头或洋葱袋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用布纸或抹手指代替 用剪刀去剪至 刚好遮住盆底的洞 就可以了 如果不用盆底网 也可以用盆底射 薄薄地一层铺在盆底 总之遮住所有洞 就可以了 同时你要预备一个花钞 如果没有的话 可以选一些质地比较好的 外卖膠匙羹代替 将它洗净就可以了 预备淋水的花壶或噴壶 如果家里没有花壶 可以用胶瓶制製 在胶瓶里 开几个洞 就可以了 普通的水瓶 一样是这样做的 如果不想加工的话 也可以选择类似我现在的糊 它会有个嘴可以慢慢倒水 如果你想把植物生长得强壮 可以预备肥料 但这个并不是必须的 准备好所有工具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上盆 在上盆之前 我们要先确定 你预备的泥土 是否有足够的水分 你可以用手 试试捏一块泥 如果打开手的时候 泥会散开的话 即是表示泥土不够湿 你可以噴一些水 增加泥土的湿度 如果捏起泥 再打开手 泥是可以有一个球体的状态 而你轻用的手指 按一下 球会散开的话 这种湿度最适合用来种植物 预备泥后 我们就可以将小苗 由苗格拿出来 千万不要硬扯它出来 先在苗格的四边 用手指按一下 让胶边和泥膽分开 然后用手捉住 一棵苗最近泥土的部分 倒转一棵花苗 用另一手捉住苗格 这样就可以将泥膽脱出来了 当泥膽脱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正式上盘 小苗上盘的时候 最好仍在花盆的中间位置 而泥膽面最好刚去到花盆的水线位 即是花盆套进去的地方 想做得好 可以把泥膽面拍到水线位 看看泥膽和花盆底的距离 究竟有多少 然后把泥填到这个高度 把小苗放到中间 看看小苗的高度是否去到水线位 如果发觉高度不理想 我们可以立即增加或减少泥去调校 由于淋水之后 泥会向下沉 所以我们可以将小苗 种得比水线位高一点 这样淋水之后就会刚好 把小苗放正在中间之后 我们将泥继续填在花盆四周围的空间 然后我们用手拍一拍花盆 或者将花盆在桌面那里抖一抖 然后继续将泥加在我们想要的高度 然后就可以淋水了 第一次淋水的时候 记得要慢慢淋 不要心急很快地把水淋下去 整个花盆360度都要淋 不要只是淋一个位置 每淋一圈都要停一停 给少少时间泥吸收水分 吸收之后再淋另一圈 直到你看到盆底大部分的孔 都会有水流出来为止 记得盆花不要让太阳直晒 要放在一些有遮阴的环境 最好是有散射干的地方 像窗台这些有阳光度 又不会曝光的地方 就是最适合栽种的了 上盆就这样就完成了 上完盆之后 很多同学会问 究竟多久要淋一次水呢 其实淋水的密度 要视乎种植的环境 和天气而决定 不会有硬性的时间表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检查泥土的湿度 你可以用手指 锁下去泥土的感受一下 如果发觉泥土开始变干 就是淋水的时候 千万不要泥湿都不停淋水 长期积水会令根部腐烂 那盆花就很容易会借 另外除了淋水 很多同学会问 究竟要不要施肥呢 肥料其实不是必须的 你不下也不会有问题 如果可以施肥的话 你可以考虑选择缓解肥 对新手来说 会比较容易掌握 无论用哪种肥料也好 记住 份量只可以少 千万不要多 这个很重要 一定要记住 否则很容易会弄巧反绝 令到食物 比较多的肥料 抽干根部的水分而死 施肥的方法 一般可以分两种 第一种是下肌肥 你可以在未放小苗 落花盆之前 在盆底放一层薄薄的泥 然后将肥料放下去 再用一层泥土盖住肥料 然后就可以正常地上盆 你也可以选择用另一个方法 在上盆之后 两个星期左右 在花盆边刮一些洞 将肥料放下去 然后再用来盖上 这样就叫做追肥 其实用哪种方法施肥都可以 上了盆 又淋水 下肥 最重要就是帮它扮靚一下 修剪一下 帮它扮靚化 大家要留意石竹的株形 本身是比较矮的 通常不会长得太高 大约是10至20cm左右 它的分支性很强 其实不用扎心 已经有很多分支了 但如果你间中发觉 有一两条长得比较高的话 你可以剪短它 让外形更漂亮 又或者你觉得这棵花比较稀疏 不够多分支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帮它扎心 只要将最顶的两块到四块叶 剪掉它就可以了 无论你将这棵花剪矮也好 扎心也好 这样做都会刺激到这棵花 生多些分支 相反如果你发觉 枝条生得太过茂盛的话 就可以选择一些 生得没那么漂亮的枝条 然后做修剪 令植物比较通风 减低有病虫害的风险 另外开完花之后 亦都需要将残花剪走 这样做会让这棵花 看上去除了漂亮一点之外 亦都可以令它更容易 生多些花类 说到这里 相信大家都已经清楚了解 石竹的特性 和学会如何帮小苗上盘 施肥、淋水和修剪 现在大家是否很希望 看见自己的小苗可以健康成长 幻想见到它开花的一刻 一定很兴奋 但如果一旦失败了 你也不要不开心和气馁 更加不需要补卖花苗 或者跟其他同学做比较 因为你已经做出最大的努力 去照顾你的花苗 同时也学会了种植的方法 过程其实比结果更加重要 因为一人一花计划举办的主要目的 都是希望学生可以学习和享受种植的乐趣 另外如果想学习和了解更多圆藝知识 可以追踪或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圆藝教室 如果还有问题 可以打电话或电邮给我们 多谢